林佳龍 拿出明星走紅毯的氣勢 林佳龍轉戰新北 自家人面子給好給滿 收單板出席黨部主委交接典禮 我來了喊得很大聲 但在黨主席蔡英文關鍵約巡之後 林佳龍竟然悄悄三天沒有公開活動 藍營解讀可見他有多失望 蔡總統他有特別說服我三點 第一點我的民調最高 第二點我最能夠團結黨內 第三點我最能夠打贏對手 看來心情收拾好了 林佳龍有信心打好這場仗 但藍營翻出過去他表態不選 新北多達24次遭奉把新北當次等公民 這個就是本位主義 就是說我已經提過台北plus 我就是做整個首度圈的規劃 態度轉彎含著新北最重要 和陳時中之間過往新結 也得放下說要打雙北團體戰 但現任的侯友宜要不要拼連任 他也首度鬆口 至於選舉我們都會按照 黨中央的相關的規定 大家努力向前行 誰對誰幾乎確定了前一天的侯市長搶先 開算 要林佳龍別從陽明山看大台北 要從新北的觀音山 大家來一場君子之爭 那展現這種高品質的民主選舉 藍綠新北大擂台已經開大 TVBS新聞 黃俊仁花哨品離田園鈞小組 新北參謀報導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 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